真言三十章五节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炼净可以翻译成熔炼 精炼 试验 意思是说神的话是没有扎载的 是纯净的 就如同诗篇十二篇六节说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 在尼炉中练过七次 而句句的原文是整个的 全部的每一个的意思 投靠的原文是寻求庇护 投靠 信靠 所以这一节的要点在于表明 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 而信靠神的话的人 他就做他们的盾牌 保护他们 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